在为临终人注念过程中 应当持什么样的心去念佛号 是清清楚楚的念佛号就好 还是念念中异想提醒行人 不要忘了念佛 还是与念念中求佛接引这个临终人往生净土 注念接受之后怎样回向罪如法 用哪个回向记最合适 在为临终人注念什么心态去念 还是祈求阿弥陀佛慈悲设受 令临终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是这样的一个慈悲的心 恳切的心去念佛号 你是要带有一种祷告祈求在里面 那么对这个病人呢 你要常常给他开示 增上他的心愿行 开示阿弥陀佛的悲怨 威力 名号功德 那他生起好药之心 所以灵命中时 这位阿弥陀佛就会来接引这个病人往生净土 注念接受之后 哪个回向记都可以 愿生西方净土中 九品莲化为父母 花开见佛五五身 不退菩萨为伴侣 这都可以 好 好 好